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 第280章 叶玄 不得不说 此刻叶玄是有心懵的 如果说崇明 倒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这根本不是崇明 对方不仅说来自青州 还是苍蓝学院院长 只是在冒充他呀 叶玄神色无比的阴冷 他已经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听到红发男子的话 不远处蓝鱼脸色大变 他惊骇地看着红发男子 你 你就是护戒盟通缉的那位叶玄 红发男子咧嘴一笑 嘴内是满口的红牙 他缓步走向蓝鱼 怎么 有问题 蓝鱼死死盯着红发男子 叶玄 我苍剑宗可与你没什么恩怨 你为何要与我苍剑宗为敌 红发男子邪魅的一笑 我看你苍剑宗不爽 行不行啊 放肆 蓝鱼怒道 叶玄 你太猖狂了 红发男子对着蓝鱼招了招手 笑道 我叶玄就是如此猖狂 不服来打我呀 蓝鱼正要说话 不远处叶玄突然说 大姐 她说她是叶玄 你就信呢 我还说我是她爹呢 你信不信 蓝鱼瞪了一眼叶玄 正要说话 一旁 那红衣男子突然如鬼魅一般 出现在叶玄的面前 她看着叶玄 脸上满是阴森的笑容 你好像很嚣张啊 叶玄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 然后正色说 老子就是这么嚣张 不服来打我 红衣男子咧嘴一笑 希望你的本事与你的嘴一样硬 说着她就要动手 而这时叶玄突然说 且慢 红衣男子停下 可是有一言 叶玄正色说 我万一真是你爹呢 我说万一啊 一切既有可能嘛 红衣男子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不过这笑容实在是淫了 你成功地激怒了我 就在此时 叶玄手中突然多了一柄剑 下一刻 他双手持剑猛的朝下就是一斩 一剑斩下 叶玄面前的红衣男子突然间化作一堆血雾炸了开来 而叶玄神色却有些凝重 因为红衣男子已经出现在实战开外 不过此刻红衣男子脸色颇为有些难看 显然 刚才那一剑虽然没有杀了他 但是还是给他造成一定的影响 红衣男子死死盯着叶玄 你玩银的 叶玄没有理红衣男子 他面向白里云三人 你三人回去报信 白里云当即摇头 不 只能留你一人在此地 要走一起走 一旁 那蓝宇却是突然说 此时还预服个什么 回去报信才是正经 说完 他直接遇见冲天而起 而就在此时 叶玄面前红衣男子突然抬手一挥 一道血剑破空而去 空中蓝宇脸色大变 当下持剑朝下就是一斩 而拿着血剑洞穿他的剑 然后刺在他胸口头位置 一瞬间 蓝宇肉身直接炸裂开来 但是他的灵魂却是没事 此刻他的灵魂正被一团红光 紧紧包裹着 红衣男子眼中闪过一色诧异 护魂镜 如此质宝 竟然给你这种垃圾用 实在是浪费 空中 你是灵魂底的蓝宇 没有理红衣男子 而是愿度地看着下方的叶璇 你为何不拦住他 叶璇愣了愣 然后说 拜托 原有头战有主 是他毁了你的肉身 你怪我做什么呀 你找他去啊 蓝宇死死盯着叶璇 我不会放过你的 说完 他在那道红光的护送之下 直接化作一道虚线 消失在茫茫的天际 原地 叶璇摇头 这么奇葩的 居然也被我遇到 今年只是够倒霉的 说着 他面向百里云和谷月 说 快回去 这里交给我 你们若是留在这里 反而会成为我的累赘 百里云和谷月相识了一眼 下一刻 百里云沉声说 安兄 坚持片刻 我们二人立即回宗 找人来救你 说完 两人遇见 冲天而起 下方 红衣男子又抬手一挥 两只血剑冲天而起 直追百里云 以及谷月 不过 这两只飞剑刚飞起 便被两道剑光 斩碎了 感受到这一幕 百里云和谷月顿时松了一口气 两人连忙加快速度 不一会儿 两人消失在 茫茫天际 下方 红衣男子看向叶璇 笑道 没想到 我眼珠了 叶璇 面向血衣男子 你不是叶璇 为何冒中叶璇 哦 红衣男子 嘴角为先 你怎知 我不是叶璇呢 叶璇正色说 叶璇此人 信誉轩昂 英俊潇洒 才高八斗 风流倜傥 这种人 千年难得一出 怎么可能是你这种 歪瓜裂草啊 红衣男子 愣了 我也看过那叶璇画像的 老实说 你如此夸他 你良心不会痛吗 叶璇手持长剑 斜指地面 老子不与你鬼扯 最后问你一遍 为何要冒充一位 如此优秀之人 心如此恶事 红衣男子笑道 我就不告诉你 叶璇点了点头 那我就打死你 声音落下 他又将猛地一跺 施杖一杀 此剑一出 红衣男子瞬间脸色大变 下一刻 一团血雾突然凝聚在他的面前 这团血雾硬生生打住 叶璇这绝杀一剑 但是 这一剑却将他震得连连后退 不仅如此 那团血雾也在以肉眼速度虚幻着 就在此时 叶璇掌心突然弹开 又是一柄天结剑 出现在他掌心之中 下一刻 剑突然消失 顺空一剑 在这一剑消失的那一瞬 远处红衣男子面前 那团血雾直接炸裂开来 一柄剑已经抵在他的眉间 不过却被一层薄薄血甲死死抵着 天结架 虽然被挡住 但剑中蕴含的强大力量 还是令那剑血甲刺得深深凹陷下去 与之凹下去的 还有男子眉间 红衣男子疯狂暴退 以此来减轻夜宣箭中所蕴含的那股力量 但是那股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 强大到竟没办法将其卸掉 而就在此时 红衣男子突然一声怒吼 他右脚猛的一跺地面 整个大地剧烈一颤 借助大地的力量 他硬生生停了下来 但是他眉间与那间血甲已经军裂成中网状 而就在他停下来那一瞬 夜宣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见到夜宣 红衣男子连忙说 这位兄弟 在下来抚失宗少宗主 这次来次 是受护戒猛所夺 吓唬那夜宣 也是受护戒猛所夺 而这时 夜宣的剑已经刺出了 一剑定生死 这一剑直接洞穿 红衣男子的血甲 以及他的脑袋 红衣男子身体僵硬出来 他愿度地看着夜宣 你 我输了 你还杀我 夜宣摇头 都是成年人了 别这么天真 不杀你 难道留着你以后来害我呀 说着 他抬手一剑挥出 红衣男子脑袋直接飞出去了 而就在红衣男子脑袋 飞出的一瞬间 一道血红色印记 突然飞入夜宣的眉间 夜宣眉头皱起 什么玩意儿 很快 夜宣有些明白了 这应该就是一种印记 意思就是 他杀了红衣男子 而红衣男子身后的势力 可以通过这印记来找到他 夜宣想了想 然后他小小催动一下监狱塔 很快拿到血红色印记 硬生生被剑玉塔从他脑中逼了出来 夜宣右手一挥 一片剑光包裹住那枚血红色印记 夜宣收起印记 不知在想什么 当下黑黑一笑 刺是想到什么 他看向四周 那二十几具腐尸竟然一动不动 显然 红衣男子死后 这些腐尸已经是无主之物了 夜宣连忙收起红衣男子的纳戒 他翻了一下 很快他心中一袭 因为在纳戒之中 他找到一本 名为腐尸精的功法 而其中就有控制这些腐尸的方法 转大了 夜宣黑黑一笑 这二十二具腐尸 每一具至少都是万发精 而且身体特殊 一般灵气根本难伤 若是控制住这二十具腐尸 然后稍加继续培养一下 达到御法径的话 可以成为他一大助力的呀 有些时候打架 其实就是靠人多的 除此之外 这事也给他一个提醒 护建盟没有忘记他 对方还在找他 不仅在找他 还找人来冒充他 败坏他的名声 让他四处树敌 护建盟 叶轩冷冷一笑 他和护建盟之间 也算是不死不休了 不过现在 他实力和护建盟之间 还是有很大差距 暂时不能应来 没有多想 叶轩开始善后 因为等等苍剑宗的强者 可能就到了 他右手持剑一挥 将红衣男子尸体 分成十几块 然后拼成叶轩两个大字 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要连忙将周围 那些辅尸收了起来 接着他就等 等苍剑宗强者到来 过了差不多半个钟 天际突然出现两道剑光 叶轩心中一领 来了 很快 一名中年男子和老者 出现在叶轩面前 而叶轩连忙行礼 见过两位长老 中年男子看了一眼叶轩 都死了 叶轩点头 老者问 你做的吗 叶轩连忙摇头 不不 不是我做的 是叶轩做的 说完 他直了指地面上 两个血红大字 叶轩 中年男子两人看向地面 片刻之后 中年男子眉头微皱 他看向叶轩 当真 不是你做的 叶轩正色说 我发誓 当真是那叶轩所做 若有半句虚言 愿遭天打雷劈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